这次可反态了,轻轻松松赚了几百万 总共40倍一元 40倍一元,你这咋赚几百万啊老板 哎呀老板,你咋说外方话啊 你看这张写的是不是五十千 弄样是不是七千二分 那是 这是不是一块,顶七块 他的算法并不是这样算法的老板 你这都是日本类版院 日本的版院和咱们的几两单位 它是不太一样的啊 你这咋说这话,这咋话是日本类的 这都是中国类,我可懂,你来说过 你可能对这个历史不太了解 小日本虽然说它有自己的遗愿 但是它没有自己的瘟子 孤寒字就穿入日本了 虽然说现在小日本的瘟子有一些变化 但是它广房发行的东西啊 还是主要采用孤寒字 哦,那不是更之天吗 在中国的遗愿多,外国的烧 不是物以喜为贵吗 你只考虑到了这个物以喜为贵 但是你没考虑到这个甲国情怀啊 咱们中国人对这小日本啊 还有非常大的低促心理 这个首长啊,最关键的就是民众技术 大家喜欢 小日本的钱啊,在咱们这里确实不吃香 而且呢,这小日本拢了 呃,发行量还是非常大的 他们从明治闪念 以至发行到达政闪念 一共发行了45年 注册量的大约是两一倍 他们的面子和咱们的企量单位并不是一样的 他们的面子是五千、四千、二十千、五十千和一院 像这个五十千呢 就相当于咱中国的半院一院 那你对这些东西就死毫不动 你这是给拿来来老哥 我这位肩肉啊 上锅里也转门肩的肉 百块钱一个 人家都说带龙玫瑰 咱呀,他可就好肩肉了 哈哈哈哈 老哥 总共四十块是吧 嗯 四十块你花了两万块钱 但是你并没有肩当了 刚才我就说了 十五千它量大 其次啊,咱们中国人拍吃它 有点说啊 银院还是在咱中国玩的比较多 你就好比说外国的华人节 也是根据咱中国的市场 大啥小不啥的行情 目前我给你股价的话 你这个有五零了 五散了 有代保养了 有不代保养了 大概都是一个价位啊 你五百块钱一个 买了年份还是比较多 应该没有特别贵的年份 你回去可以找一下 比较洗澡的年份啊 像明治三年四年 八年和十一年 都是洗澡一点的 价位还是可以的 像你这个我给你股价 能股到三百块钱一块 不成问题 那不对吧老板 你是不是后面少说两铃啊 我白这都咱们赔钱了呢 是这样啊 你看你对这个音源指示啊 死毫不通 然后你又去古玩节 专业人士上面 揀露 用你的业余指示 挑战人家的专业指示 你还想揀露 这不现实啊 对不对 但是啊 你有一个好处就是啥吧 说起来啊 你选的都是喝着笔 都是苹果鸡 如果喝的 有广播 减定为整的 虽然说他价位给你搞了 但是你最急吗 则是整东西 嗯 那那那老板 我也知道 你你们的套路 我现在 我也不减着了 我六百块钱一块 我卖给你 五百买来六百卖给我 等于说是 赚四千块钱 刚才我给你说的 三百块钱一块 就是卖价 而且这个 日本人有啥说的 并不受大家所欢迎 所以说啊 他的价位并不会太高 你这个六百的价位啊 我确实要不了 老板 你这一次是 见不到肉的 那我这个人啊 也不是认词会的主 我带回去 找他退老金 嗯 是这样 老板 医院的指示啊 非常多 多学习 多了解 再下手 你和店主协长一下 好吧 好好好 好